那么好了 如果有同类型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文件夹里面 看到我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就解压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 其实我们一般的解压到 应该解压到哪去 perseated pass里面 对不对 如果你真机运行的时候 只有perseated pass可读可写 所以说好了 如果我这前面是一个perseated pass 好 那么它解压到 比如说这个地方都是叫sense1 里面一个loading 好 那么这个东西同类型的东西 两个版本里面 是不是都有sense1loading这个文件夹 那么一解压下来 是不是将这个prefib就给覆盖掉了 覆盖掉了 我下次再取的时候 我就从这个文件夹里面去取 是不是就取的是最新的 一般就是这么做的 一般就是这么做的 ok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将 这个md5只将文件对比 打成一个rape包 就rape包包含了所有的路径 那么一解压下来 就将旧的版本的这个东西 解压到本地 将旧的版本的东西给覆盖掉 旧版本的资源 给覆盖掉 给覆盖掉 好 然后我们在加载的时候 加载的时候 就直接加载新的 加载 最新的资源 因为都是从同一个文件夹下面去架载某一个资源 好 如果你把它覆盖掉了 那么我此时的架载的就是一个最新的 好 然后第二种我们可以对比的方式 其实我们可以用svn去对比 svn是不是我们可以对比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 那么其实svn也有命令 用svn命令 其实也一样的 用svn命令 方式 也对比 就是对比 然后将这个 也是一样的 将有差异的东西给对比出来 然后也打成一个rape包 其实就是 一个是用工具去实现 一个是用自己的算法去实现 算法实现 好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resources resources resources vs 其实我们这个用svn并不 我们哪个地方会用到svn呢 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是这样resources是我们经常加的资源的时候就会有个叫resources.loa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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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load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asset bundle 其实我们对asset bundle有些反复的用过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就是asset bundle 仅仅是 U3D帮你打了这么一个asset bundle 啊 就是打了这个bundle 我们直接可以下载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差异 啊 这个地方有差异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我们看到asset bundle 它里面有差异 差异 第一个就是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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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夹 里面的资源 不能进行资源更新 不能进行更新啊 resources文件夹 是不是你发布好了以后 它就存在 存在其实在我们的apk里面 有个叫asset里面的一个资源里面去 所以说这里面的东西 只能进行读 啊 不能够进行更新的 所以说 如果你将资源都放到resources里面的 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这个 就不能实现 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更新啊 只要你放在这里面 是不能的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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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个文件夹 大小 不能超过 两个G啊 就在增机上 一般的在增机上 增机上不能超过两个G 增机上如果你的放的资源超过了两个G 就会收费的 就是当时这个 就是Unity 就是为了 好像是为了多收费的方式 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坑 刚开始他们的设想 就是将资源都放在里面去 好 放了这些资源以后 然后我的增计上 你超过了两个G 你要给我交费 你不交费你就用不了的 所以说要有什么个人版 有prefellow版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它设计了这个坑 设计了这个坑 是很多新手 就是都这个 都采过这样的坑的 好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U3D呢 也慢慢的淘汰了 这个resource文件夹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 我们resource文件夹 非常大的时候 程序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慢 对不对 你这个resource文件夹越大 那么程序启动起来越慢 就是resource文件夹 越大 就是我们的这个 第一次启动越慢 为什么会越慢 因为启动的时候 它会将这个文件夹里面 所有的资源建立索引 它需要时间 建立索引 为什么我们resource点load 就直接能将物体 给load进来了 是因为它在内存中 会将所有的文件 建立个索引表 对不对 哪个文件是在哪个目录下面 哪个文件在哪个目录下 就对应好了 你要找这个文件 它就直接先找这个索引 索引再去硬盘上去加载 所以说这个resource文件夹 越大 你启动就越慢 建立索引的过程越慢 而且这个resource文件夹 就是asset bundle 它也需要进行加载 包括里面的一些依赖关系 都会维护一张表里面去 所以说非常的慢 所以说这个现在好像是今年的 这个2017年的开发者大会上 就说这个U3D会慢慢摒弃掉 这个resource文件夹 慢慢抛弃掉 所以不太会使用这个东西 最大最大的致命 最大最大的致命点就是 就是资源的更新 比较 这个不能进行资源更新 第二个 它启动比较满 这是它最致命的一点 好 所以说我们以后做的时候 我们要想做asset bundle 那么就不能 不能放到resource里面去 记住了 不能放到resource里面去 好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 就是去打一个asset bundle asset bundle呢 还有 那么你就要打一个asset bundle之前 你就要了解asset bundle有一个特性 叫跨平台的特性 叫平台特性 什么平台特性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张图 想打一个asset bundle 你就得看懂这张图 好 这张图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嗯 咱去看 好 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 对这个某一个程序进行 它的资源更新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资源 给打成asset bundle 打一张图 你要知道 我怎么样去打 首先 它这个图反映的就是 如果你在PC平台上面 你可以打成 打什么包呢 打成这个PC平台 或者是macOS平台 web平台 OS平台 安卓平台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说你在PC上面 打到这些包 每一个平台 每一个平台 都要打一个包 每一个 在PC上面 在PC上面 可以打这个 这个ROS 这个asset bundle 哦 不是在这个安卓 安卓 安卓 啊 这个PC 还有这个web g web player 其实能打这么多 知道没有 在我们的macOS上面 macOS 但是它也是PC 能够打 能够打这个ROS 和这个macOS上面 就是说不同的平台上 你看到它这个stand alone 写了一个单单 写了一个stand alone 但是stand alone 就包含了PC和macOS 就是mac电脑 那么好了 如果你想打mac上面的一些 这个asset bundle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切换到mac下面的这个unity 然后在macOS上面打一个ROS包 或者是macOS包 啊 那么你在就是我们正常用的这windows系统的话 你就可以打安卓包 PC包 PC能用的包 还有web player 三种特性 好 我们再看到 这个地方叫web player 也就是说你当你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 当你这个地方选择的平台 我们这个地方是有web player web GL对不对 像如果你这个地方选择是这种 比如说切换到当前的这种 那么你就可以打PC上面 web上面的东西 啊 好 那么如果你这个地方选择的是ROS 你当然当然这个地方 你ROS 当然你这个地方也是在mac上面啊 才能选择ROS 啊 只能在mac上面 选择ROS 你这个地方只能打出来是ROS asset model 有你打出来的包 只能打这个包啊 你打其他包是不顶用的啊 是不能跑的啊 所以说每一个平台就需要打一个包 每个平台的这个要下载不同的安装包 安卓平台 哎 如果你这个地方选择的就是你的build setting 你这个地方 你选择的是安卓平台 那么好 你这个地方只能打出安卓平台上面的包 你打其他的包是运行不了的啊 好 所以说我们就要对他没动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点 啊 赛的帮都是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有一种包 好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更新 要我这个 我现在这个游戏啊 有 可以兼容三个平台 一个是安卓 ROS 和PC 请问一下 我现在要更新一个资源 要打几个包 三个包对不对 要打三次啊 记住了啊 要打三次 啊 要打三次 就是这个ZIP包 这个asset bound的包 不是 想很多人都想了 哎我打一个包 所有的平台都一样都用 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平台都会打一个包 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哎 我们说了都这么这么多多哎 我们怎么样去这个bill的一个东西呢 bill的一个 呃 赛的帮都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给哎 大家大家是不是对赛的帮的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 啊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哎 啊 那是怎么样 啊 测 好 看到这个bill的赛的帮助之前 我们还要讲一个资源的管理 啊 比如说叫since since since 然后再比如说叫since 5万 好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文件夹我建立了什么loading 啊 好 我建立了这么一个文件夹啊 可以看到 bill的赛的帮助包就需要一个资源的管理 第一个首先第一个目录我们叫做art一般都是这样的art就是存放所有的美术资源 好 art下面有一个层级叫since 是不是存放所有的场景啊存放所有的场景好since下面是不是又一个分类啊叫since1是吧 since1啊就是存放since1场景要用到的资源 好 好 since1里面是不是又分为什么loading和注册是吧 啊 这叫 还叫一个功能包啊 啊 loading 要用到的资源 好 然后 下面是 有个下面是注册 注册 注册 要 用到 资源 好 也就说我现在哎就这么一个规定啊 这就是我们的协议规定啊 将所有的资源我都放在art这个目录下面 好每一个这个目录下面我还要分场景按场景划分 划分资源 场景里面还要按功能划分 所以叫分场景分功能划分 分场景和分功能划分 这样做的好处大家是不是一眼就能找到哎我哪个场景里面有哪些功能包 然后功能包里面设计的资源我是不是都能摘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那么比如像你们开发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哎我这地方就是一个resource我什么来的就往水扫上了 发现resource下面那么多资源 是不是就分不清了 你要替换的时候也没法替换呀 好所以说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 它是一个精细的活儿 不是那么粗糙的 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loading的这么一个 loading这么一个里面的资源要替换 比如说一个纹理什么东西 那我是不是就找到这个场景一里面loading的这个功能包 然后把里面的资源给替换掉就ok了 啊所以说我们在做游戏都是这样一样要采用精细的划分 你每一个功能所要用的资源你单独就放到这个包里面去 那这个地方是注册所要用的资源 当然这里面我们又给它划分 划分什么呢 比如说我要用的是文理 我就再放在这 自己可以用就跟我们说分文件夹一样的 就是你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对每一个学科进行标记啊 好还有有些有些女生甚至更细致会有不同的彩色笔 红色的就表示我经常出错的地方 哎黄色的就是我容易忘的地方 哎这个反正用记号笔是画的 树上画的五颜六色的对吧 啊 OK 比如说这个是prefable 啊 还有吧 好 比如说还有这个mature啊 啊 好 对呀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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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说一次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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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inf女 muit